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带着各异的地理范围 今天我们对他的界定直接成字明清 吉祖 松 长 镇 杭 嘉 胡七国之地 并且会扩散到江明和晚江地区 是东中国最富裕雅治之地 祖 松 长 镇 杭 嘉 胡 但江南并非从一开始就能成为如此令人激赏之地 在漫长的历史上 江南经历了复杂的变化 因多次机遇才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文化符号 今天的文章 我们一起梦回江南 看看这是怎样一片土地 落后地区的逆袭在古代中国 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取决于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平 皆以此为基础的农副和手工艺贸易 而江南的开发时间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 当黄河流域早已成为秦汉大帝国经济中心的时候 南方还处于碧露蓝绿 以起山林的开发初期阶段 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大片原始森林 古早大地密布 秦代朱俊 南方与北方中原到河北的人口与郡树差距全说 以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及 在江南的自然环境下 在铁器农具尚未使用之前 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开展是不可能的 在远古江南的经济体系中 渔猎 采集经济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把广义的江南形容为楚越之地 地广人稀 犯着羹雨 火羹耳水部 相当落后 种田太过困难 只能像这样打鱼为生 但北方的战乱 给了南方一次又一次发展机会 从永家之乱到安室之乱 再到靖康之难 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都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全国经济中心难移的过程中 江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西汉至清代南北方度级户口 占全国百分比北方从 81%逐步降低着28% 南方则从19% 升至76% 潮自吴志臣 具有东南半壁 美方湖其南下 通州扰乱之时 江南都会成为市民避乱的乐土 南方经济石油过去的零星与局部开发 而转入到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 吴国可以说是第一个 有希望统一全国的江南政权 其政权核心集在江东地图 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新水利 而后有农工 水利乃农业发展之本 从孙吴开始的六朝均以江南地区为统治重心 对江南水利新修 也投入了大量精力 此外 六朝时期皇权软弱 门阀兴盛 北方士族地主的南下 为江南带来了发展生产的诸多要素 数量众多的劳动力 电客不取和奴婢 由劳动者所掌握的生产技术 发展生产必不可少的资金 所谓不取永 又为田于庆东进门阀政治推荐一个 局长看过很喜欢这诸多的要素 集中在门阀士族的田园这一再体上 由其中 新家已组织并投入生产 而朱章洛固等江南本土大族的存在 又使得南迁士族避开三无熟地 或在广陵京口 或在快积海滨 这次人口迁移给江南乃至中国带来的影响 超乎经济层面而波及文化 语言 政治观念等等 广陵京口当时北方流民被安置所在安室乱后 北方残破 三川北鲁乱如麻 四海南奔寺永家 大唐盛世走向暗淡的同时 江南却正在野芒生长之中 在唐代 江南出现了水稻种植技术的两项重大突破 发明了水稻的移植方法 和水田离江东离 江东离在此基础之上 又发明了新种植制度 倒卖一年二座制 这也是江南农地开发进入新阶段的现实写照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 新开墾的土地越来越少 人们必须在现有土地上花更多的心思 提高单位亩产 江南农业为人所熟知的金庚细作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细密到了极致江苏常州附近 在江南内部开发的区域也有了明显的转移 在唐以前 江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在平原西部的宁镇地带 这一区域地势较高 排落条件较好 唐以后东部的太湖平原开始大力发展 在明清时期东部平原更成为了江南农业的根本所在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历史的早期江苏东部 与上海还泡在水里 下图为春秋时期江浙沪大志海岸 江南甲天下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难移 在北宋末年最后完成 当时由于女真人的南下 北方汉人出现了第三次人口南迁的浪潮 不但有一般百姓 还几乎囊括了朝野全部京京 恐怕并非朝野晋书南下被掳至北地的不知多少南宋朝廷 选择定夺江南 就是看中了这里发达的经济 丰富的物产以及众多的人口 江南仅在有限的平原地区之内 就养活了近全国总人口22%的人民 同时还负担了国家大量粮赋 江南几大主要平原 据宋史时获志所在 大中降福初年 1008年朝廷对江南争月的曹梁 增至七百万代 是书网京师总曹梁的82% 故当时燕云 苏胡淑 天下族 不过两宋时期江南人口高度密集 两者地区人口百倍常识 由此造成耕地不足 于是围湖造田 恳直海图江滩 成为一时风气 丹阳的炼虎 绍兴的剑虎 于瑶的乳球湖 乌湖的万春围田 都是在两宋困水成田的 金围城西南上有一段较宽的河岛 称为剑虎 此外残留几个小湖在丰沛的粮食产粮之外 宋代的江南 丝枝叶和棉芳叶也突飞猛进 成为了重要的辅助经济模式 江南的土地光热条件 本就适合桑残粮值 湿润的气候也适合制作丝绸 丝枝叶在江南的兴起式情理之中 棉花则几乎与蒙古在北方崛起同时 从中亚深入中国腹地 宋元时代棉芳之业在江南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 在全国出现了一批以丝棉之业为主市镇 蚕涌首先改变了世界棉花围 随其后也改变了世界到了后来的明清两代 江南地区以丝织和棉芳为特色产业的城镇新罗旗部 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城市布局 这些市镇里有许多专门的手工业工厂 大批雇佣工人需要职业的管理人员 原料产地与成品产地分离 需要专业的运输从业人员 大量专业人员的聚集和财富的输送 让这些商业城镇的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所属的辅州县城 以手工业商业为主要产业的是深阶层也应运而生 江南各地的制造局和制造局的各伪都范 后来成为了皇帝 安置在江南的心腹更幸运的是 南宋灭亡之后 征服着蒙古人开始学习汉法的治国之道 在江南他们没有举起徒道 反而对江南发达的经济大为赞赏 保留了两宋以来江南的发展成果 明清江南的进步 与无奈的封建社会的晚期 江南终于修炼成了我们今日熟悉的模样 小桥流水 春雨杏花的水箱环境 残桑与棉房的多 重经营可局昌盛的三英世家 带有说不尽的财泽和家人 文化和财富会脆欲此 江南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玫瑰色的浪漫想象 和洁白神圣的文化殿堂 江南小镇明清时期江南地区 道卖负重制进一步普及 梁史柴母明显提高 明成化年间各地运梁至京师四百万十 南梁占百分之八十 而苏、松、常三府又占南梁中的大部分 所以明人谢照这说 三五负义之中甲于天下 一线可敌江北一大郡 下表显示明代 各地上交给朝廷的税粮 每五十就有一十多是由江南提供的 江南以十六分之一的填土 交纳了五分之一的税粮 而负重最为突出的是苏松二府 对江南税负的起运分为曹粮 供给边防军人 以及白粮 供给京城全贵宫廷 两部分粮食都少不了运输费 而运输费本身往往是正税的数倍 正得时松江人顾倾家田地 应该正量一点六二十 而加号达十二点九十 因而他十分感 太不得说 是正税一时 而征八十有其 从古基金 未闻有此至也 水运虽然已经是古代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 但如此远程的运输刚性损耗 也是规模巨大的在赴税的重压下 江南人民走向多种经验发家致富的道理 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 经营习惯 生产技术 以及江南重视生产的氛围 成为了没有优惠政策的 却先富起来的典型 在清中期以前 传承自宋元以来的纺织业 已经让江南成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发达的地区 江南的中心苏州 凭借着大运河枢纽的有利位置 以及当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成为区域中心的商品 集散地和初级产品加工中心 而在江南的边缘 也镶嵌着镇江和扬州这样的运河重镇 商品集散地 初级产品加工中心 以及开不前最大的内贸港上海 江南在这一时期 甚至已经从最大的粮食输出地区 转变为了粮食输入地区 完全成为了经济围倒向的区域 机智地避开了不合理的顺富乱滩派 在部分经济史学家眼中 在工业化以前 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地区 江南的经济发展于欧洲最先进的地区 英格兰保持同步 处于近代化的前夜 人口密集 富顺繁重的江南地带 非但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反而迸发出持续的活力 随着1854年上海开关 中国最富庶的江南腹地 也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近现代化的浪潮层层相跌 古典的江南又开始了一轮巨变 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 上海这座最大的港口 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崛起 江南作为经济上的首富之达 逐渐被长江三角洲 这一根广大的地域概念所取代 它的边界也早已越过了长江 包含了江北的扬州、南通 并且向西端扩展进入安徽境内 其内部的城镇体系和市场网络 也发生了深刻的善变 以大运河为主要网络的内向型水道交通 让位于指向口岸和海洋的立体化的外向行交 通体系 这一切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个从近代延续至今 关于事变的故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